今天是平安夜 我和荷兰哥订了一家西餐厅 这家饭店的鹿肉羊肉和生牛肉特别的有名 这家餐厅的氛围相当的不错 今天晚上都预订满了 餐厅的一面墙装扮得非常的复古 都是一些老物件 他家的菜单特别的有创意 是做成报纸的样子 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来吃肉 这样的一盘肉是两个人共享的 大概14欧一盘 点好的菜就把菜单卷起来 放到桌子底下 等首先吃完的三盘肉接着再点 Cheers 首先上来的三盘肉超级惊艳 最右边的是生牛肉 中间的是鹿肉 最左边的是羊排 每盘肉里面大概三到四盘肉 摆盘非常的精致 这个生牛肉适合奶酪松子 还有芝麻叶一起吃 牛肉切的特别的薄 特别的嫩 简直就是入口即化 大家看荷兰哥接下来的反应 就知道这肉有多好吃了 接下来再来尝一尝鹿肉 鹿肉在荷兰属于比较奢侈的 只有在节日才吃的肉 荷兰哥这个吃货都吃得醉了 鹿肉真的煎得特别的好 既不老也不生 放到嘴里还不塞牙 最后再来尝尝这个羊腿 首先在羊腿上撒上酱汁 又是一道把荷兰哥折服的菜 三盘肉上完了 因为太好吃了 我们又接着点了三盘菜 之前在网上看一位中国博主在这家店吃 两个人才花了37欧 我们两个人今天估计翻倍都不止 第二轮肉上来了 这是一盘炖牛肉 这是一盘烤面包搭配着西红柿酱 右下角呢是尖的猪肚子肉 右上角是烤鸭 烤鸭在荷兰被认为是一道中式的菜 还搭配着油菜和中式的香菇 和烤面包搭配的这个西红柿酱里头 有洋葱还有醋 非常的好吃 荷兰西餐厅果然是做中餐还是不大行 烤鸭里面的油菜和香菇太咸了 但是这个煎猪肉真的是超级好吃 肥瘦相间油而不腻 你可以试一下吗 你可以试一下吗 不 你试一下 我可以试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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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荷兰哥又点了一个甜品拼盘 有法师甜甜圈 荷兰苹果派 提拉米苏 樱桃酱 先品尝的这是一个蛋糕 这个提拉米苏超级好吃 今天的这家餐厅推荐给大家 名字叫做Gio Nale 在爱因护文火车站附近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 今天这顿饭一共花了103欧 因为太好吃了 荷兰哥说要给小费 最后加到110欧 110欧 这又刷新了我在荷兰下馆子的记录了 但是过节嘛 我们吃的开心 服务员也开心 下期见